昨天天空突然下起了一阵雨 刚好还有一辆货车在上面倒混泥土 当我们收工回家 货车硬生生的从上面一直滑下来 因为地面已经全部打湿 轮胎就在上面一直滑着走 今天早上过来没有下雨 挖机就尝试着把路修一修 车子能不能开得上去 现在挖机主要干活内容就是 把表面一层湿润的土给它清理到旁边 这里是一个斜坡 昨天收工的时候 货车就直接从这里一直滑到最下面 留下的印子现在清晰可见 这里有几块模板比较碍事 等工人把模板挪开 我们继续把上面这一节也给它平整出来 清理这表面一层土也非常的简单 把比较湿润的土和边上比较高的草给它刮一刮 再用挖斗放平于地面来回的给它扫一扫 把这里上坡做结束了就可以了 昨天下午混泥土打到这里就下起了雨 我们就下班回家了 现在挖机再开下去 已经有一个货车轮胎已经打滑 开不上来 这个位置在中间是货车掉头的地方 车子需要在这里掉头 然后再倒上去 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把这块场地给它平出来 凭这块场地我没有选择用挖斗把草皮刮掉 我的挖机有这个小铲刀可以放平于地面 铲下去10公分左右把这一层草皮全部给它推到外面 铲出来的效果也是杠杠的 表面又平整 然后又没有槽 现在挖机开到货车后面 尝试着给它推一把力 让货车先开出去 然后再把货车后面的槽给它刮一刮 同样的操作就是让表面一层湿润的土给它清理掉 这样货车就不会打滑了 第一车混泥土 货车司机下来观察了一下我刚刚修的路 凭他的经验觉得第一车一定要这样开上去才行 因为货车往前面开比较有力 倒着上去就比较费劲 因为是刚修好的路 表面还有比较松散的土容易打滑 经过这一次重车的脸压 第二车三车 接着就可以倒上去 应该问题不大了 货车一边碾压 我就用着我的小推板把表面的松土以及湿润的土再给它推到旁边 掉头的位置还需要再给它清理干净一点 车子在这里掉头就不会打滑了 就使用着挖机的推板把表面的一层杂草全部给它推掉 下面就是原生的土比较干 而且基础还有那么硬 我始终觉得这个推推板推这个草很好玩 老铁们看起来是不是觉得也很有趣 把这里再推两下我们挖机就不推了 地方有这么大车子就可以掉头了 第一车已经下来开走了 这是第二车 准备倒上去 老铁们来看看司机的技术如何 我反正觉得农村开货车的司机技术都很牛 感谢老铁们的观看 非常感谢大家 可以给我点个赞吗 哈喽老铁们 挖武厂这一块主要以东家想要达到的目的跟结果 来安排今天这个屋场怎么挖 两边都给它换上破冰尺 固定性很强 原来的屋场面积太小了 东家决定再往里面延伸两米 可是整个里面都是石头 需要用破冰尺一点一点的把它抠出来 抠下来的石头再以转土的方式再填到公路外边 今天干的这个活就是一道硬菜 抠这样的石头对挖机的损耗特别的大 挖斗的姿势一定要保持一定的斜度 随时改变挖机位置 再以四两拨千斤的感觉去抠石头的缝隙 往里面延伸两米 现在已经抠好了 接着就把边上这一块平整出来 东家以后就拿来做偏防 有多多图就往外面转 再去跟东家确定这个偏防的位置活大小 顺便再问一下他 这里有一条小路原来是从这里下来的 可不可以挖掉 他说没有问题 我们就接着这样笔直的把图给他削下来 再把这个位置修得圆润一点 好了做到这个阶段 屋场的整个靠里面的面积已经挖出来了 接下来就可以轻松愉快的把里面修一条水沟 今天的这个石头含金量特别的高 把这里抠出来我人都累得不行了 有的老铁可能又会问了 干嘛不用破碎锤 其实换破碎锤不是我懒 是因为一台挖机换了破碎锤又要换得 做事很难给东家提高效率 节约时间 如果是石头很少的话 可以换破碎锤一次性打完 但是往里面延伸2米 石头打下来非常的多 破碎锤就很难一次性传播打完 每一次性打完就需要换挖斗 把表面打掉的石头再清理掉 换上破碎锤继续打 如果真的分到两次 三次换破碎锤换斗 那么这个换斗的时间 东家也在付费 所以这个过程东家付费就比较滑不来 跟你们说着说着 这里偏防的位置也已经平出来了 接着再用斗背把边上给它拍一拍 只能说达到一点好看的效果 你们可不能说我在磨阳弓啊 这里面的边沟也可以这样给它按一按 整个水沟看起来就会更加的工整 流水的时候也会更加的顺畅一点 因为东家现在没有在这里 我也不确定这个水沟到最后会不会用人工用砖砌起起来 不确定的事情 我们就做好最好的打算给它做工整一点 免得到时候说我们没把水沟给它做好 接下来的步骤就是把整个场地再给它用履带来回的脸压结实 因为现在天空已经乌云密盖 随时都有可能要下雨了 床部脸压好了就不怕它下雨 里面挖出来的土渣已经堆了这么高 你们不要滑走看我如何来消化这一堆图 东家已经确定利用这一堆图给它转到公路外面填起来作为地平 我们站在制高点就开始把底下给它剪平 这里有一棵树我们修整一个平台 随时的改变挖机位置来快速的消化这一堆图 主要就是围绕着确定的因素 把这一堆图全部填到公路外面 很快就把公路上面的图全部已经转到外面了 再把路上扫干净一点 扫出去的图先这样堆着不急着给它整平 先考虑着现在下这么大的雨里面现在应该怎么做 其实也非常的简单 里面现在也只需要整平了就可以了 可是现在下这么大的雨 我又怕视线受阻怕平整不好 东家却又说平整不好没有关系 说到以后挖基础起来的图还有很多 不需要你搞得很漂亮 其实下这样的大雨玻璃上面反而很干净 雨水就在玻璃上面这样流过 视线确实有一点受阻 但影响不大 因为坐在里面门是关着的 就需要把空调打开 路开空调就会产生热气 玻璃就会起雾 那样的话就真的啥都看不到了 本来下雨天就冷 还要把空调打开 坐在里面我是又紧张又冷啊 把上面随便平整了一下 就下来平整这一块地平 水离路面下10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这小块地平原先就有这么高 只是往外面转土的时候 上面遗留了一些石头跟土渣 整个地平基础还是非常的硬 把这里拍一拍就搞好了 接下来收尾的工作 把堆起来的图给它弄平整 弄平整过后 再用挖斗使劲地给它拍一拍 东家还会在外面做宝坎 用砖系起来 最后就在外面挖了一条基础 就没有拍摄记录了 把上面拍好 底下基础挖完 今天的活就彻底结束了 感谢各位老铁们 记得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每天小赚200生活多知多彩